我想水果這個事情 務實來講一個在野黨 如果說大致上水果價錢都很穩定 光是其中少數幾樣不穩定 甚至過低價 在野黨來質詢天經地義 你知道這天經地義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他今天把它印成一個文宣 甚至跟他從郭正亮委員的口中 有講說水果普遍在崩盤 那就不是針對部分的問題提出警訊 而是對整體台灣的國家 提出一個說我在野黨 以我在野黨來背書講 台灣的水果現在都不行了 那我認為這個就很嚴重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的論述 有可能讓很多消費者 在買水果的時候有觀望心態 比較第一季 覺得說我買不到 奇怪就明明民民進黨都已經說崩盤 在野黨支持黨都有基本的公信力 和信仰者 然後弄崩盤了 為什麼我買的還是那麼貴 因此我會怎樣 會觀望 這個觀望的動作 只要持續一個禮拜 就會造成果價很高的起伏 因為水果沒那麼動 譬如說十一月到底十二月初的時候 市值已經快快慢慢沒有了 他最需要賣 他一年中九個月 就是為了賣這三個禮拜 結果這三個禮拜被你講之後 大家觀望 觀望完之後 觀望兩個禮拜市值就爛了 那你解釋 田市為什麼會漲價 我要解釋一點 田市為什麼會漲價 田市如果漲價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說一個國民黨 我難道要在這個時候 因為藍綠的對決而期待田市跌價嗎 如果田市在台北的運銷能夠漲價 我們當然很高興 可是在台中 苗栗 劉振宏那邊 有田市很焦慮 業者 農業 你早可以找到很多業者 很多農民來講說 現在開始我的一些中盤商在跟我收購的時候 開始觀望了 這東西讓他們很焦慮 如果說民進黨這個時候可以站出來講說 我民進黨蔡英文主席 或者是我的秘書長都可以 我們證明這是物質 田市是六幾塊 或四十幾塊 五十幾塊 不管 總之不是兩塊 三塊 因此我對於農民所造成的傷害 我來道歉 我覺得大家可以接受 不是想說因為照片物質道歉 你只講一半 因為照片物質 或者是有這樣的文宣道歉是一回事 因為這個文宣 造成果農的焦慮跟果農的損傷 這是另外一回事 這一塊也要道歉 所以我認為這個東西 應該清楚地論述 最後一點 總統要不要講這個 我倒是認同郭委員講 總統我不應該只講這個 因為這是短線 如果說二零一二總統大選 是關係到二零一二到二零一六 台灣的未來 你只講水果的供銷 我認為格局太小 而且太超短線 應該好好論述 為什麼選我跟選民進黨不一樣 民進黨大可以像以前一樣拼命的攻擊 可是不要忘記 要告訴他 為什麼過去八年你做不到 而這個時候蔡英文在原班人馬的支持之下 你做得到 我補充一句話 原班人馬 邱毅人 吳乃人 這些人都不會入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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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公開宣誓 都不會入閣 我保證邱毅人 吳乃人都不會入閣 這是郭正亮偉的見解 不是民進黨的新聞稿 不過這些人是目前在主導民進黨選群的核心人物 這是不爭的事實 我回應一下 那俊平兄你認不認為陳五雄應該公開道歉 哪一個部分 陳五雄他對於事實 我剛剛我們講說價格在崩盤 是比較今年的第一季 崩盤 比較低是比較低 一直在往下疊 這跟崩盤不一樣 崩盤是變得完全低於世界上 你認不認為陳五雄應該道歉 那我也建議中天 也針對陳五雄這個議題做個民調 你認不認為陳五雄應該會採銷失衡 國家崩盤道歉 這個問題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出席電影首映會 不過一聽到柿子兩個字 馬上臉色大變 掉頭就走 我們可以共同的一起來體會 那個柿子現在變成水果大戰 不回應就是不回應啦 畢竟在這場柿子大戰中 民進黨位處弱勢 一連被追打好幾天 前一天蔡英文還坦承 這張示意圖讓人誤會感到遺憾 不過藍營可沒這麼容易 見好就收 持續追打不手軟 馬遭頭刻意前進水勢重心嘉義 在柿子風暴演上 召開行動中常會 錯了就認錯 錯了就道歉 道歉 就算是怎麼樣 大家也可以諒解 可是錯了以後 他不道歉 他一直凹一直凹 趁難追擊 馬伴還推出 苦手影片 諷刺蔡振營 剛買的五千公斤填飾 也派上用場 馬總統在府內接見電信業老闆 不只現場分送 還當起推銷員 邀企業家們團購 不管柿子一斤到底多少錢 這場柿子大戰已經讓總統馬英九 民調止疊回身 來迎總動員 主帥領軍從中央到地方 要把柿子效應發揮到最大 到底一月中誰會滯銷 耐人尋味 按照南輝大廚 叫Desmond Tutu的說法 要政治人物道歉是全世界 第二件困難的事 坦白講這也不是壞事 事實當然是小事 但把它拿來檢驗 見為之大 就是一種創造性破壞 正如幾年前我們的JB運動 把司法檢查系統做體檢 自由所改善 這是來檢驗一個農業政策 大夫你要延續 我覺得道歉其實第一天不難 越來越不容易 那我覺得這個水果奇案 討論到今天 兩邊其實都走偏峰 平常你講馬英九也上當 馬英九剛才也是講到 填飾的部分 這個圖片物質的部分 其實不止 是整個12個水果都有問題 我覺得今天如果我們撇開 現在沒有選舉 沒有考慮選舉效應的話 如果請民進黨或是國民黨也好 重做這個閱歷 我覺得合理的做法 應該是當令水果 改善豐收月份的最低品級 曾經達到的最低價格 這樣就沒問題了 如果要這樣的話 那文宣部就不用做了 做這個幹嘛 所以文宣部就是都很敢的人 手段很賭的人 拿很極端的價格 來說給你看看 相信我來會嫁很厲害 這個文宣的目的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沒想到 當你做得過火的話 你就呈生反效果 對 胡適說 有幾分證據說其文化 如果不基於事實坦白講 大回來也是很麻煩 惠惠你剛剛談到電影 其實這個電我也沒有注意 是什麼電影 結果蔡主席想要問 叫眷村 文室色變 你怎麼評論 方總把歐吉桑 這個我記得之前 蔡英文主席在講 兩岸部分的時候 郭正亮委員有說 他說總統不是哲學家 那我想農委會主委跟縣長 立委也不應該是哲學家 剛剛郭正亮講說 是不是陳五雄隱瞞了部分事實 我也很好奇 張花冠是不是也隱瞞了部分事實 張花冠一開始說沒錢 說沒錢 沒錢後他去借兩百萬出來 兩百萬說那我來收購 結果農委會昨天就說 那全部都我收好了 一台金一公斤多少錢 就農委會負責 所以農委會跟張花冠 有沒有把完整的事實告訴大家 這個我是很懷疑 剛剛郭正亮講什麼 說他十幾桶電話 讓我想起一件事情 這他說的 對啊 他說的 你是引述張花冠的公反 記不記得之前 那個陸生補助的時候 陸委會就賴信元他們 跟友台的政論節目 當場槓上啊 說我有傳真給你啊 然後那邊說我沒有收到啊 一個這麼大件的電視台說 連傳真機都收不到 當時嗆說什麼 掉通連 我追這個東西追了一年多 掉通連啊 通連怎麼掉不出來呢 傳真有通連的你不知道嗎 不然六合彩那個籤單是怎麼傳的 就掉這麼多掉不出來 陸委會跟友台 算了我們不要再罵 你不要再罵我 我也不要再罵你了 什麼鬼嘛 所以我非常希望 當然這個陳五雄 把你農委會的通連掉出來 嘉義縣政府 張花冠的 誰打了 如果真的打了十幾通 陳五雄都不回應的話 那吳敦毅下台 我加碼啦 陳五雄下台算什麼 吳敦毅下台 吳敦毅副總統也不要選了 如果沒有 那蘇敦毅下台 我比較公平 都副總統的 吳敦毅副總統也會出來了 這怎麼會講成這樣子呢 我問大家啦 之前啊 蔡英文罵馬英九罵什麼 說馬英九沒嘗試 說啊那個什麼什麼產地價啦 什麼批發價啦什麼 蔡英文是這樣講的 那蔡黃朗 蔡其昌跟徐家欽 為了照片物質道歉 我是不是也可以講說 你們也沒嘗試 我檢驗的蔡英文說 蔡英文那第一時間的 那個邏輯是什麼 他的心態是什麼 我哪管誰當選誰不當選 蔡黃朗昨天講什麼 文圈又不是蔡英文做的啊 只是照片使用不夠完整啊 蔡英文有什麼錯 蔡英文有什麼錯 教育官我最後一張圖啦 蔡英文之前講什麼 我們民進黨要打一場 不一樣的選戰 看到沒有 不一樣的選戰 我不道歉啊 我不道歉啊 我有三隻小豬 我管你什麼 你罵啊 我就看電影啊 我看電影會哭啊 你們農民受到影響 你拎到的事情啊 反正你們國民黨投不下去 也是投給我啊 這種人說我要去選 所以中英大哥那些市值的價錢 我也弄不清楚 但是政治人物這個部分 我就要檢驗 尤其郭偉剛剛講 那個時期通電話那個 那個陳五雄 同意 要公布 如果錯的話 看誰錯就誰下台呢 好 其實文宣部門所做的 有時主席候選人太忙不一定知道 但是如果沒有處理好 概括承受 這兩檔期都一樣的 對 包括像梁文傑提出 那一次提到說三立 我就說 我都算早知道消息 都沒有聽過三立 他敢說嘛 我都怕到 他沒說 我都知道這個事前 我都第一次聽到三立 我就說啊 這是什麼事 所以其實各黨都一樣 概括承受 是 中英先生我再多嘴句 我想鄭亮兄也在行政部門待過 有沒有可能一個縣長打電話來 你在提委會當副主委嘛 你看我記憶力多好 然後一個縣長打電話來說 我們什麼活動 你看什麼給我們資源或補助什麼 打了十幾通 我一個政務官我都不理你 因為公務機關都有公務電話紀錄部的 這個俊平兄當作新聞局長也知道 他要看光晴小姐幾點幾分打來 什麼事情什麼要記錄的 看是政法官要那個 還是陳偉鄉要那個 蔡英文辦公室發言人的 徐佳清小姐現在打電話進來 也許是有所予以或解釋 佳清小姐請說 我想這個延續幾天以來 大家都非常關心市值的問題 但重點其實不在市值的問題 而是農民整體的收入沒有增加 而物價飛漲 我想這個是原始民進黨 在關心這件事情的重心所在 那我在日前包括昨天 包括前天我都認為說 我們在這個照片的引用上有錯誤一事 我們認為這個確實是有失妥 而且應該要有一定的這個置意 所以我都願意為這些事情做 整體的這個概化承受的這個表示歉意 但重心我們不應該模糊掉 如果今天這農作物 每個價格都非常的好 農委會也能夠體恤農民 真的把這些所謂見價的這些農作品 農作物都做了妥善的處理 我相信不會衍生到後面這麼多的問題 如果農委會的主委覺得說他作為一個最重要的主政官 他不想做這些事情 那也很簡單 那1月14號就可以辭職了 那所以我們不應該拿農民來當作是一個籌碼 作為懸戰的工具 這一點我想到今天為止 包括蔡英文主席 包括我們的團隊 都還是這樣的一個思維邏輯 畢竟不管是農民也好 或者一般的勞工農民也好 都是我們關心的對象 我覺得為政者最重要的 還是要回到對人民關心的議題上去 謝謝你 江小姐 我想一直說回到政治方面討論 公平起見 應該是輸 對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想先請我們就讓你來回應 那個江青小姐的發言 我想農民來當作籌碼 作為選戰的工具 這是不應該的 可是好像在20分鐘前 大家看看國民黨在嘉義的行動 中常會的畫面 是誰帶著農民來抗爭的 是誰拿著這個柿子來抗爭的 而且這個情況 從過去三年來屢見不鮮 如果是要作為選舉操作 那就是當籌碼 如果你是真的單純想幫這一群農民 爭取權益 那請告訴我們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目前已經證明兩塊錢的市值 市場幾乎是買不到 除非是三級品那些照片拍出來 都很難看沒有人會用那個照片 絕對不是民進黨記者會的 那樣子的一個市值 所以這個要講清楚 第二個部分 我在新聞局服務過 你不要講說 那個縣市長打電話 就算是民進黨立委打電話 我們也不敢不接 為什麼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 哪一個行政官員 有這些立委打電話來 你都拒接了 那已經在立法院傳開了 叫做無憑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東西是所有立法委員的公敵 傳開是這個 很少會有人這樣的 所以說 我覺得這東西講了說 十幾通電話都沒有人會 這是說的有點誇張 另外一點我要強調 十一月二號 農委會已經有個正式公文 三分之二我出 三分之一已出 你有一百萬 我就出兩百萬 我們贏三百萬 你有兩百萬 我就出四百萬 我們贏六百萬 如果說那個時候 以這個白紙黑字的公文為證 照理想我們嘉義縣政府可以有很多積極作為 為什麼沒有作為 我覺得這是大家比較好奇的地方 我們贏三百萬